回到內地的經濟狀況 我們看到它的數據 比如說CPI的增幅 都比較慢的 怕會有通縮的風險 而核心的問題就是 我們看到房地產市場 其實銷售也不是說太好 其實這個我們一直都是這樣看的 為什麼呢? 就以往不同 以往你是有好的政策給你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是想買 因為你預期的樓價是升 但是現在你就沒有了對於樓價的預期是升 我比較中性一點 你當它不升不跌的話 你就不會選擇買樓的 因為你租出去的回報是很低的 所以你其實買樓以往的想法 全部都是想著有得升的 現在你不確定這件事 你已經是不會去買了 另一方面來說 供應量呢 其實你正在升的時候大家不覺得 那現在來說 坊間也傳出就是說你內地建的樓 其實就可以有足夠 比較保守的都20多億人住的了 那就是應該是救了全國的人住的 那所以變成你說真的要炒那個需求來看呢 是不是那個肝衰這麼大呢 這個也是有一個問號 還有以前你可以這樣想 就是那些東西就是說 一路的東西都是貴的 給一些政策 就好像突然間做一些特價時段 那可能是一個很短的時間而已 那你就會衝去買了 但是現在不是啊 就是你長期都做便宜的時候 你就不會搶著去買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來的 而最近呢 我想大家都有聽到一些新聞啦 那就是說那個茅台的酒都下跌的嘛 那茅台的酒呢 就以往就 就是那個價格是很少很少下跌的 那你反過來想為什麼它下跌呢 那其實都反映了那個消費力呢 其實是弱了啦 所以變成這樣的狀態之下來說呢 再加上美元其實不弱的 就是這段時間呢 你看那個美匯指數來說呢 都是在105那些位置的 那麼變成呢 以往來算都是的啦 美元強呢 相對港股都不是很好的 那所以還有人民幣都是比較偏弱的 那這一堆的因素呢 都導致到那個港股呢 是很難升上去的 那但是你見過港股呢 下到18000以下一點點呢 又不是很下跌的 那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估值都叫做OK 那就是港股呢 還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呢 就是在於一些 息率 所謂的高息的股份 例如比如中海油啊 941啊 因為現在內地的那個息呢 都是處於一個低位的 那如果真是之前全國的港股 即是內地投資者 透過港股通去買的股份收息 是不需要給兩成的那個股息稅的話 或者是一部份的 或者是寬免啦 一部份啦 那其實呢 你會在那個 即是走去買這個股份來收息的 尤其是你看941呢 在香港買的價格 和在內地買的價格呢 其實是香港便宜很多的 那變成呢 你有一堆股份呢 它是落不了在那個高位的 那所以這個呢 也都導致到那個市呢 就不是很下跌 那你說面對這些玩法來講呢 我就綜合了一個的看法而已 就炒股不炒市啦 那好啦 那為了簡單方便起見呢 不如說一下我們的心水啦 那就不用猜的嘛 大家 那我逐樣逐樣都選一些的 如果你說以收息為主 高息那些呢 仍然都是選883 和941 那883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油價強的話呢 其實它今年的盈利會好過去年呢 它派的息呢 有機會多過去年 甚至乎來說呢 它現在的派息比率都是4成3而已 你不像中二動 都去到7成了嘛 那你4成3你加到5成呢 就算你盈利呢 加一點點呢 其實你的股息都可以加很多的嘛 所以這個呢 都是有它的潛力在那裡 所以883 你看到它的股價呢 一直都沒有怎麼下跌的 就是你拿著它呢 就... 就是我沒有這麼說 就是你接近是好過匯豐那樣的 匯豐這一輪都匯下的 真的是 那我覺得這隻仍然都是膽的 就是你可以這樣說是膽的啦 941呢 就反而我覺得你可以拿啦 但是如果我拿到941 我就喜歡拿883多一點的 好啦 那在息就選完之後呢 就在增長型都加一隻啦 增長型呢 我就會選這個3690 美團啦 那美團為什麼要選它呢 就... 因為它現在的股值都不算很貴的 它大概都是18倍 預計成率啦 2024的這個 2025呢 就大概應該是15倍左右啦 那還有來講呢 就... 它那個叫做新業務方面呢 那個社區團購那些呢 其實那個虧損都在減少著啦 那所以這件事情呢 我自己就覺得蠻喜歡的 那還有呢 那個股值都不是貴 那我覺得如果你說要買增長型股份呢 它的條件呢 應該... 我覺得比騰訊少許 但是其實騰訊都OK的 但是騰訊呢 你可能多一個陰影 就是大股東呢 它那9000多萬 始終都放了seekers呢 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沽咯 它就是它隨時都可以沽咯呢 那我想它就在390多 400塊這些位置呢 有阻力啦